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激光的测试开关 激光的测试开关是在接触激光电源的时候 任何时候它都会有光的几件测试激光的功能 当你按一下就会有激光表的指针展示 然后就是激光的电流调节 首先我们按入测试开关 你会发现激光电流调除止时 然后顺时圆旋转激光旋律 会发现激光的电流会增大 当你一时圆旋转会发现激光电流的减效 下面我们建议一下公职面板的介绍预点时 首先是激起红色的测试按键 当你按下红色速度按键时 机器的小车会回到机器的原点 下面我们进行掩饰 第二个按键 每方色的拖机按键 当你按下拖机按键时 会有样动范 第一个点 速度 压力 第二个点 拖机的移动光 当显示拖机移动光的时候 机器的加压减压加速显出四个按键 为机器的左右前头移动 下面我们进行掩饰 当我们再次按下拖机按键的时候 机器会回到刚才我们最初的一个原点 我们再按一下 然后会显示速度压力 在课的时候 加压 减压 加速 减速 为机器的真正加压 减压 加速 减速的四个按键 下面我们按下两个数字的电话 再一个就是机器的自减按键 自减按键为机器测试刻刀与激光 刻刀的图定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延迟 就是激光的测试 首先 我们把它调度到刻刀上 然后再进行一下 同时 自减按键 在运行过程中 也是再进行按键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按键 机器接在前置再按键 当你再次按键时 机器会继续运行 最后是机器的软件 机器的软件 准备我们想要客户 客户 客户 材料 从这里开车 这就是机器的软件 下面我们定下软件 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自己按键之后 机器 开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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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我们机器的基本操作